大家好,现在呢,很多花椰的蟹爪蓝已经冒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新芽嫩叶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啊,它的虚肥量就会大增 之前呢,我就建议大家可以给它用上这个畜生长型的营养液来给它进行灌根处理 但是我们在追肥的时候,如果使用这个叶肥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什么好习惯呢? 这个好习惯呢,就是我们在追肥的前一天 先观察一下盆土的干丝情况 如果这手盆土还没有干,处于一个比较润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不用管 直接第二天给它追肥这个水肥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时候盆土是处于比较干燥的状态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先给它浇一次透水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给它浇一次透水呢? 因为盆土在特别干燥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直接给它浇湿这个水肥的话呢 这个肥料无法扩散出去 而且呢,只会集中在小部分地区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造成烧根的现象出现 我们如果提前一天先给它浇透水 让盆土里面呢,这个含水量能够达到饱和 等到第二天多余的水分流出去 盆土里面的含水量下降了 那么这样的盆土啊,就有更多的空间来吸收养分 而且这个肥料啊,更容易被扩散出去 我们将这个触生产性一样 依然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 对水稀释 然后搅拌均匀,再来给它浇透就可以了 然后浇透之后呢,一定要保证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让多余的水分呢,能够流出去 这样呢,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施肥效果 可能有话也会觉得,这样追尸水肥啊,特别麻烦 如果你嫌麻烦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施肥方式 那就是在盆土里面给它撒上一点这种颗粒型的这个塑效肥 因为现在快速生长期,虚肥量大 用上这种塑效肥还最为合适 再加上它的蛋铃甲比例是12比12比17 蛋含量充足,特别是充足的甲肥啊 可以让植猪啊,更为健壮 而且这些芽啊,不仅长得多,长得更肥壮 植猪后期的长势啊,才会更好 取上一小勺啊,撒一勺在这个盆土里面 那么我们大概呢,就是一个月给它买一次肥就足够了 所以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在给这个谢爪楠楠追肥的时候 要养成的一个好习惯 我们下期再见